作为地狱使者的黑白无常竟然如此紧张 到底是在寻什么人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要说这个小家伙那绝对是个机灵鬼 他竟然能够瞒过黑白无常的追查 等到黑白无常走了以后 小怪物直接从开门人的身上滚了下来 之所以跑出来倒也不是为了旁的事 只是想念人家的这一口美食罢了 你瞅瞅这精华火腿和鸡蛋结合起来的完美情侣组合 再看看这香喷喷的大口串 小怪物一直闻着美食的味道向前走着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任何东西而停下来 就连好心的摊主送给他的章鱼小丸子 小怪物也没有接受 这就奇了怪了 小怪物不辞辛苦 从冥界逃到这里 他到底是想吃什么呢 而此时的黑白无常终于也追了上来 小怪物想要故举重施 但是这一次却被黑白无常给逮了个正着 慌忙之中 小怪物闻着香味向前飞奔 却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更倒霉的是 他竟然被一只大鲸鱼给吞进了肚子里 不过这个小怪物命倒是挺大的 他被鲸鱼吐出来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地 一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小面馆 当小怪物看到店里面的老奶奶以后 直接喊着泪扑了上去 他的身体也在瞬间变回了一个小男孩的模样 原来这是他姥姥的面馆 小男孩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想要再一次寻找到姥姥 那熟悉的味道 黑白无常看到这一幕也不再断着了 他们解下了斗篷 陪着小男孩一起吃完了一碗面 小男孩的心愿已了 现在他们要离开了 可是如果你以为死去的是小男孩 那就大错特错了 看着男孩醒来以后 眼角的累 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男孩在梦中去寻找姥姥的味道了 每个人的人生之中都有自己忘不掉的味道 无论是酸甜还是苦辣 不管是清蒸还是凉拌 却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那就是清晴 好了 我是女神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